观音世界看中国 观音世界看中国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环宇天下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三亚提高新冠检测能力 为医疗服务准入开辟绿测通道 韩国持续的大雨导致9人死亡 7人下落不明 在美联署加息的情况下 美国7月通胀率持续上升 感受光影魅力重温法国历史 巴黎荣军院灯光秀下夜上演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国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三亚 爆发了新冠疫情 3万多游客滞留在当地 目前三亚市政府已经增加了筛查效率 所有游客滞留期间的酒店费用 按照预定防费的五折支付 中国南部海南的旅游圣地三亚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当地政府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 加强对游客和当地居民的 检测能力和筛查 从8月1号至7号 三亚在目前新冠病毒复发的情况下 共记录了80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409例无症状感染者 仅在周日 三亚市就登记了18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227例无症状感染者 为了控制从上周一开始的疫情蔓延 三亚市从上周六开始实行临时静态管理 除了为城市的基本运作 提供基本服务的公共服务企业外 所有商业场所都关闭 旅行受到严格限制 公共交通暂停 目前大约有3万2千名游客 必须留在三亚 他们只有在完成7天的风险评估程序后 才能离开海南岛 三亚市正在努力提高其检测能力 以便快速获得检测结果 三亚目前具备核酸检测资质的机构 共12家 一能方舱实验室10个 省指挥部支援方舱实验室1个 8月8日启用美丽之冠 三亚绩效两个核酸检测室 单日可新增28万管 全部齐用后 我是单日核酸检测 整量可达到41万管 三亚已经为危重病人和孕妇的治疗 设立了绿色通道 允许那些拥有黄色健康代码 或来自高风险地区的人 在三亚人民医院接受医疗服务 对管控区域开展 病患底素摸牌和分类 需要送医就诊的 由120救治车点对点接板 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对相关人员落实闭关管理措施 确保疫情防控的安全 三亚政府还要求所有酒店 配合有关部门帮助滞留的旅客 根据通报 海南省已经将此前滞留在 三亚凤凰机场的游客 送往11家酒店 并提供了7天的住宿和餐饮服务 持续的强降雨给韩国首都首尔及周边 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据统计已经有9人因暴雨而死亡 17人受伤 目前降雨已经开始向韩国南部转移 同时韩国政府也在重新审视灾害防御系统 据韩国中央灾害和安全对策总部称 韩国有史以来最强的降雨 已经造成9人死亡 17人受伤 截至周三上午还有7人下落不明 并预计将继续震荡首都地区 目前至少有8条铁路线被淹没 为了人们的安全 韩国全国约有80个路段被封锁 使仍在开放的道路上的交通陷入停顿 倾盆大雨还导致汉江沿岸的国家公园 和徒步旅行线路关闭 许多路段的水位已经上升到树顶以上 自周一以来 打破1942年创下的记录的降雨 袭击了首尔及其周边地区 引发了席卷道路基础设施 建筑和地铁站的洪水 截至周二晚上 首尔的三个区 已经发出了防止山体滑坡的警报 首尔市政府警告 这三个区和临近地区的居民 要注意洪水的危险性 根据韩国气象部门的数据 首尔京济道和光州省的累计降水量 分别达到469.5毫米 419.5毫米和403毫米 其中70%至90%发生在周一早上 使得一夜之间的降水量 超过了上月的总量 首都的东节区 从当晚8点左右开始 一小时内出现了141.5毫米的降水 刷新了1907年以来的 一小时降水记录 韩国内政和安全部 周二将暴雨警报提高到严重级别 韩国气象局宣布 大雨将持续到周五 如果基雨带继续加强 降水量可能达到 每小时50至100毫米 韩国气象局称 周二至周四 雨水集中在包括首尔市区在内的 中部地区并将在周五转移到该国南部地区 在整个首尔周边的经济道和港口城市仁川 人们正在利用雨后的短暂喘息机会 清理和评估损失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召开紧急会议后 巡视了一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他说 强降雨被认为是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 异常天气状况 并敦促政府从头审查目前的灾害管理系统 面对高通胀率的压力 美国联邦储备局已经开始密集的加息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 效果却还是没有显现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 7月份 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依然保持上升趋势 美国劳工部周三报告说 美国7月份的消费者通胀率 比一年前猛增了8.5% 比一个月前的40年新高略有下降 但仍处于高位水平 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7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相对不变 但仍然连续5个月 保持在8%以上的增长 能源指数比上个月下降了4.6% 而在6月份飙升了7.5% 劳工统计局报告指出 汽油指数在7月份下降了7.7% 抵消了食品和住房指数的增长 导致所有项目的指数 在7月份都没有变化 报告说 食品指数在当月上升了1.1% 比一年前猛增了10.9% 在同比基础上 创下了1979年5月以来的新高 占CPI1%的住房成本 与6月相比上升了0.5% 同比上升了5.7% 占消费者价格指数 1%的住房成本 与6月份相比上升了0.5% 同比上升了5.7% 分析师说 尽管价格激增已经放缓 但食品和住房方面的成本 仍然在较高的水平上波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 抵消了天然气价格的下行 美联储在3月份 将其目标联邦基金利率 从接近0的水平 提高了1.4% 开始了它的紧缩周期 以遏制激增的通货膨胀 节目最后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荣军院之夜大型灯光秀 每年夏天 巴黎的荣军院都会举办 大型灯光秀 在这里呢 观众可以感受光影艺术的魅力 徜徉法国历史的长河 疫情后的第一个夏天 法国荣军院夏夜灯光秀 让您在50分钟内 发现拿破仑的历史 在巴黎和法国的 标志性历史建筑的 独特环境中 您可以重新探索 这位法国皇帝的生活 和他史诗般的功绩 给我们留下的 不可思议的遗产 通过高质量的数字视频 和音频的独特技术体验 进入拿破仑的传奇 一个多声道的音响系统 与最后一代4K激光投影相结合 在完全翻新的石头外立面上 精彩展现 给荣军院带来一个 惊人的宏伟光环 与优优优优独特的 与优优优独特的 予到十年了 今天是一场的 予了一场的 与优优独特的 在巴黎中 有650个人 对六十年了 当十年来 这场予是 是一场大声音的 大声音乐 的城市 在北朝霍 所以非常非常感受到 的转享受 有很多 多数的 多数人 也尽一场 多数人 在本身上 一起的 和那边 在这场景上的故事, 在这场景上的故事, 在城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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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的关系。 这是一场景的光明, 在镜头上的视频, 在镜头上的三个层面, 在镜头上的关系, 所以是一场景的迹象, 非常有的工具, 一样的工具, 一样的工具, 在镜头上的继续, 他们将写在石头上的石头, 可以看到整個整個表演的状況 這是一個很大的研究科目的研究所做的 是有效的研究是來自於十年來的 我們有10年來的展示 這裏會提供出一個非常有興趣的東西 非常有效的,非常非常有效的 可以為贊助的,讓大家多多多的 《 Napoleon》是一個很不同的 因為它是非常重要的商品 在此地上中,因為它是很重要的 在似乎的西兵的 中文在参加《中文革命》 因為他也是最佳的名字 最古名的次世上 在私自身上的世界上 和克什麽人的名字 専加《中文革命》 一天是歐洲的皇帝 有很多人在外面 而是非常這個人 我們在北京的幕后 在歐洲的方式 尤其是我們在専加上 我们在年代表了200岁的死亡 我们要看这个节目 因为它是很 unique的节目 我们是在全球的城市 我们有一个非常多的节目 在5000m2的石头 我们有最终的技术 我们有最终的技术 每年都在最终的游戏 我们有一个非常多的节目 很帮助的内容 有一个美丽的课程 在一个人的地方 也很高兴 他告诉你 红军院之夜 由布鲁诺赛利耶导演 通过360度沉浸式 灯光和声音体验 回顾法国最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 拿破仑跌宕起伏的一生 演出让观众倍受震撼 如痴如醉 流连忘返 这是非常感激烈 我认为每个孩子们的世界 和全世界的世界 让他们明白了 与其他人的历史 和全世界的专门 与其他人的专门 在每个国家 有了大专门 我认为这就是一切 的专门 专门 专门 未来的年轻 因为你必须忘记 什么事 让它们继续成续成续 現在這裡是發展最大的美女的法定 是VIII纽约和吴首人的吴主 我帶了我的小孩子 6年卻8年 他們都很煩人 从一個很可能的看法 是超級棒的 本來可能是我第一次 他應該用二十年來 看看歷史的歷史 它一切很激烈 我们在几十五天去训训练,我们训训练了这个运动 然后我们训训练的计划,我们很高兴 我们看到这个舞蹈,我身上无声 它是美丽,所有的灵魂,而且最后的故事 因为这个运动有一个富豪的故事,300岁 我们继续歷史上,从300年到最终的世界上, 我认为这件事很完美,没有其他语言, 我们是我的妻子和我们的孙子, 我们都被毁化了这些灵魅力,这些故事, 我认为这件事,没有什么事,非常棒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